恆基地產主席李兆基 一個月前在集團的股東會上 提出捐出7幅新界農地給政府 興建1萬個免首期 售價為100萬住宅 協助年輕人上車 2、3萬人 即是可以一到2、3萬人 我認為除散之道的散發是非常值得的 市隔一個月發展局局長陳茂波 主動向傳媒表示 政府不接受捐地 認為較好的做法 是土地擁有者和非牟利機構合作 包括防協等 我們多謝他們的善心 但是由於不同的捐贈者 所提出的條件 和他們所想實現的理想有所不同 所以我們認為 有興趣捐地的土地擁有人 最好就是和非牟利機構 去商討捐地 由這些非牟利機構 去實現他們的理想 他說如果有需要的時候 政府可以在政策上作出配合 當這些非牟利機構 要進行這些公益項目的時候 如果是涉及政府政策的話 我們歡迎這些非牟利機構和政府合相 我們會在政策上盡量予以配合 恆地就回應說 會順應政府的建議 將捐地計劃交給非牟利機構執行 現正作出有關的探討和聯絡 而被政府點名提議 執行捐地計劃的防協就說 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發展商接觸過他們 不過只要捐地計劃 可以配合到整體的房屋政策 防協會願意作出考慮 包括相關土地的規劃用途 保地價和財務因素等等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王家林報導 總統 總統